此刻 形势再度逆转 驾驶着以太武装的普德长老 即便实力不可能有格兰特子爵驾驶的那么强 但拖住聚蛮不成问题 与之相对的 通体已经开始流淌宛若水流一般的原质回路 就连前渊宁金都开始闪烁光芒 进入完全全力状态的格兰特子爵 恐怕比穿着以太武装子猪的帕特里克还要强 在此时此刻的南岭 于暴风雨的天气下 位于大海中的前渊吸睛 是无敌的 一个略微超越第二能级巅峰的战斗力 瞬间分成了一个第二能级 和一个第二能级巅峰的战斗力 面对两头藤兰巨蛮和帕特里克 这样的战斗力分布刚刚好 此刻 伊恩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躺平了 不出意外 在普德长老架势以太武装和藤兰巨蛮纠缠的时候 格兰特子爵就能把帕特里克轰下 这次盛大的埃伦家族内斗 就将以南海一变的开端作为结尾而告终 甚至 银色芯片告诉他 哈里森港的方向 亦有一个第二能级巅峰左右的强者正在行动 那是负责为格兰特子爵垫底 保护哈里森港安危的白雾主教 本来他需要做的 就是在格兰特子爵出动时守护港口 避免土著和其他魔兽偷家换家 但在土著清朝而出的时候 这位怀光主教肯定也不会坐视子爵孤军奋战 然而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子爵和土著身上携带的四把钥匙 彻底重合在一起时 真正的意外状况 发生了 轰隆 一声巨响 并非从天空 而是从大海与地壳的深处传来 紧接着 整个南海 亦或是说 连带海洋与天空 都开始剧烈的颤动 轰隆隆隆隆隆 雷光忽然接连不断的炸裂 就连之前刚刚形成没多久的雷霆法环也猛的破碎 化作一串串在天空中散落的碎片 所有的魔兽 所有人 连带那些之前还在行进的烈雷水母更是齐齐开始颤抖停顿 停在原地摇晃不已 甚至 就连依恩也感觉到了一阵天旋地转 双目前方闪烁大片大片怪异的 就像是极光一样的闪烁光弧 不过 和所有惊疑不定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与魔兽不同 他很清楚 刚才发生的 根本不是单纯的物理上的震动 而是过于可怖的高能辐射贯穿了整片海域 极高浓度的磁场紊乱发生 令他们的人体微电流都被影响 一时间失去了对天地世界的感知稳定 是海底地震 因为迷宫一遍发生的地震 少年的身侧 歌塞大师惊呼道 好大的自然灵能反应 这个迷宫根本不是中大型迷宫 这是超巨型迷宫的灵能征兆 不 这不是地震 而叶恩道西一口凉气 他惊愕地看向海底 流转着水色光晕的双目 令他看见了大地与沧海间正在发生的真实 门飞 打开了 在这瞬间 预知世界突然开始急速运转 在少年抬头 注视正在半空中飞舞的四把钥匙时 他看见了一连串闪烁的光影片段 能源部计划部循环部发展部 古老的计划 千年的坚守 一群历士的人 以及一个庞大的 屹立于大地 群山 沧海与天空中的宏伟巨构 那是 一座塔 一座直通高天 直抵苍天之上的宏伟高塔 紧接着 高塔 轻覆了 这些激进于幻觉般的光影碎片只持续了一瞬 便立刻消逝 而叶恩也在刹那后清醒过来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身侧老师留下的剑 众渊铁剑也因为刚才剧烈无比的自然灵能场域变动而颤抖 但真正在颤抖的 却是地窍本身 就在此时此刻 泰拉773年 4月17日凌晨 从撮探崖至脑鲁城 从哈里森港至佛罗多自治区 甚至远至阿巴萨罗姆山脉 所有人都感应到了 一股宏大却又并不剧烈 并非地震 但却远比寻常地震要清晰地震动传遍所有人足下的大地与碧海 而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少年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地窍本身 正在他的眼前分开 宛若整个世界都在开裂 轰 轰 轰 在震撼天地的轰鸣巨响间 门飞开启了 千米的深海下 沉淀了千年之久的岩石与沙层 因为一道道横平树直的裂缝而陷入沟渠 深海中突然出现了一条深邃无比的漆黑峡谷 它幽深 庞大 仿佛有巨神用一把利剑切开南海 天地摇晃着 整个大海都被吞入那黑暗无比的巨大峡谷 以及那峡谷底部 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地底空洞 甚至 就连天空都会被吞入 凄厉地风暴正在成形 向下的狂风已经开始卷动周围的万事万物 伊恩抬头凝望 原本漆黑的阴云天幕都被剧烈的气流变动扯下来一块 卷入那正在海天间肆虐的窝流 所有人都将被它席卷 谁也不能例外 时间才刚刚过去几秒 无论是巨蛮还是帕特里克 是格兰特紫爵还是哥塞大师 没有人知晓为何南海会出现这样可怖的异变 所有人都激进于呆愣地站在原地 不行 我控制不住了 身侧的哥塞大师发出惊恐的声音 这片海域下面有一个巨大的低压空洞 他正将我们吞入其中 我挡不住 挡不住就不要挡 打断老者的话 少年激进于狂热地说道 大师 顺着这道风 我们进去 好 老人虽然不清楚原因 但他实在是坚持不住 便只能咬牙操控着狂风 护着众人 顺着那仿佛要将海天万物都卷入其中的狂风 冲入那幽深无比的深渊裂谷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的异变究竟代表着 只有耶恩明白 顺应着向下的狂风 即便双目所视都是一片赤红 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前坠落 因为 这是赤道太空电梯和轨道加速器的能源核心 在紧急时刻置换海水冷却的流程 这是一条直通前纪元文明遗迹核心的路 本章又名清赋之塔 是非赤道太空电梯和轨道加速器的能源核心 是非赤道太空电梯和轨道加速器的能源核心 是赤道太空电梯和轨道加速器的能源核心